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过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后 十四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为全民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瑟国强 周永汤 王当 王乐泉 王兆国 王岐山 葵梁玉 刘齐 刘云山 刘延东 李源潮 汪洋 张高丽 张德江 于正生 徐才厚 郭伯雄 李鹏 朱龙基 李瑞环 宋平 魏建勤 李兰青 曾庆红 吴观正 罗干 范长龙 许七亮 何勇 令计划 王沪宁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上午九时闭幕会开始 胡锦涛同志主持大会 同志们 今天大会应道代表和特要代表 两千三百二十五人 应四应病请假 十八人 十到两千三百零七人 现在开会 今天的会议 共有四项议程 一 选举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基地检查委员会 二 通过大会 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草安 三 通过大会 关于十七届中央基地检查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安 四 通过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草安 今天的大会 十到代表 超过了应道代表的办数 符合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 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 选举中央委员会 中央基地检查委员会 会议 首先通过了两名总监票人和三十六名监票人名单 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 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 以吴济明投票方式 选举出由二百零五名委员 一百七十一名候补委员 组成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选举出十八届中央基地检查委员会委员一百三十名 点事情这一家人结束 这里工作多数无第二区 skulle不许好оп天啊 到底脚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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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选举后 现任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主席 及在京副主席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 无党派和民族宗教界人士 韩启德 周铁农 蒋树生 陈昌志 严俊奇 桑国魏 帕巴拉格列朗杰 黄孟富 董建华 张梅颖 张龙明 万刚 林文一 罗富和 陈宗兴 王志珍 何后华 何鲁力 陈思威 蒋正华 孙福灵 罗豪财 张克辉 张怀熙 李萌 袁隆平等 应邀列席会议 并在主席台贵宾席就座 党内有官负责同志 也列席了大会 随后 大会通过了关于17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大会批准胡锦涛同志代表17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 决议指出 报告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 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大会认为 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 对我们党带领人民既往开来奋勇前进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全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凝聚力量 攻坚克难 坚定不移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大会高度评下 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同意 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对十六代以来 十年奋斗历程的基本总结 大会强调 总结十年奋斗历程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坚持 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 相互贯通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科学发展观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 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大会指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力 要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和平发展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大会认为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时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 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大会同意报告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 强调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 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 大会强调 必须坚持 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 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衬 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大会强调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必须把坚持 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 维护中央权力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 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 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 有机结合起来 必须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方针 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大会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和提出的对外工作方针 大会强调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全党要牢牢把握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反腐畅联建设 制度建设 增强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大会强调 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畅联道路 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做到干部清政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大会强调 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 肩负的任务越艰巨 就越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越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形成全党上下步调一致 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 大会强调 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 全党必须增强悠患意识 谦虚谨慎 借交借造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必须增强创新意识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必须增强宗旨意识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必须增强使命意识 求真务实 艰苦奋斗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充分肯定了17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当成修正案的决议 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大会认为 科学发展观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 把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 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大会要求全党同志更加深入的学习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不断完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大会认为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协入党章 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 开创的这条道路 这个理论体系 这个制度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奋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大会认为 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做出阐述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 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 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党章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内容 对全党同志更加自觉 更加坚定的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求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会认为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把这方面内容写入党章 有利于全党更加深刻的认识 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更加自觉 更加坚定的推进改革开放 大会认为 把十七代以来 党的建设的新成果 新认识 新要求 充实到党章 关于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中 使党的建设的主线 总体布局 总体目标更加完善 有利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大会认为 总结吸收近年来 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 并与总纲部分的修改相衔接 对党章部分条文做适当修改 十分必要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 胡锦涛在热烈的掌声中 发表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说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各项议程 到今天已经全部完成 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 这次大会 开成了一次高举旗帜 既往开来 团结分镜的大会 胡锦涛表示 大会通过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党在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 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对新的时代条件下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做出了全面部署 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 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 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 和实践发展的成果 体现了党的十八大报告 确立着重大理论观点 重大方针政策 重大工作部署 反映了近年来党的建设 取得的新成果 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 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大会审查和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实现了新老交替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们相信大会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 取得的各项成果 并将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胡锦涛指出 我们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一定要牢记自己所肩负的神圣职责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切实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定要密切同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联系 正确行使代表权力 一定要自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不辜负广大党员的信任和重托 胡锦涛强调 大会期间 许多国家政党和组织来电来韩 对大会表示祝贺 国内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各族各界人士 也向大会表示祝贺 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 向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主席团 仅向他们表示忠心的展示 胡锦涛强调 同志们 这次大会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党和人民 九十多年 奋斗创造 积累的根本成就 必须 倍加珍惜 始终坚持 不断发展 这为党和国家 事与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党同志 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上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邻居力量 攻坚克难 坚定不宜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坚定不宜推进 全民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带领人民 抓住和用好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开拓进去 扎实工作 为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各项目标任务 而团结奋斗 下面请全体起立 做国际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